東鐵線的訊號系統和新列車 我們預計在年中會陸續投入服務 12卡車和9卡車都會在系統上 後車的地方即在月台等車的地方 是會有些少不同的 對於乘客來說,三步曲很簡單 第一,去到月台看了一個 乘客資訊顯示屏 說了未來四班車是多少卡和去哪裏 接著聽廣播,廣播會告訴我們 下一班列車是多少卡的列車 接著我們看顏色,如果是9卡列車 我們便看藍色的位置等車 如果是12卡列車的時候 就可以回到12卡,即現在等車的位置等車就可以了 9卡列車和12卡列車當然在乘客量上有分別 不過如果就著一個跳入服務 怎樣去滿足乘客量呢 其實不單單看卡數有多長 要看整體列車服務安排 包括班次 所以我們做運作的 是需要緊緊地看著客量的變化 尤其是現在疫情 其實疫情都在變化 客量變化的時候 我就會適時調整 好嗎? 好嗎?